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悔改 许宗豪付出在线恶犯行径 铁走抱锤罗汉称逃为体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许宗豪 关注罗汉称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最近在最新的对决当中 许宗豪再次故意伤人的事件 那么众所周知目前呢 半决赛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上海队和广萨队呢 也在最近是正式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 最主要广萨这边还是凭借着更加强大的势力呢 赢下了本场比赛1比0呢 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而我们回顾本场比赛可以发现 广萨队虽然说拿下聚众的胜利 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个球员呢 犯下了一个错误 却是遭受到很多球迷的批评 也让广萨队也遭受到外界很多的一些争论 这个球员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 就是CBA的恶犯许忠豪 我们知道许忠豪在此前呢 已经是做出过非常过分的一个动作 在之前呢因为两次故意伤人的话 那么被竞赛6场加这个罚款20万 所以当时整个联盟对他的一个罚款的一个力度呢 是非常大 从中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一个行为呢是非常恶劣的 那么原本说啊 CBA联盟这边呢去重罚他的话 能够让他稍微收敛一点 但没有想到那么在最近这场最新的比赛当中呢 许忠豪又再一次出现了恶犯的行径 让很多球迷非常生气的 当时比赛进行到第二节还剩下10分钟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上海这边呢采取进攻 那么我们看到呢许忠豪在掩护的过程当中呢 许忠豪直接是一走呢就重锤在了旁边呢去贴身 防守的一个罗汉琴的脖子上 那么当时看到罗汉琴呢在受到重重的一拳一走击之后的话 他整个人呢是直接摊倒在地方 那么也是一边的用手掩着他那个脖子和脸上呢 一边是不断的在拍打在这个地上 看起来整个人是扭曲起来了 整个动作非常痛苦 所以当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啊这个动作呢是非常过分 那么裁判也立马了吹了一个啊这个进攻犯规 但是我们也看到最终的话裁判呢在经过回放之后呢 居然烈匪夷所思的是没有把这个进攻犯规呢升级为围体犯规 所以当时李春将其实也是非常的生气 但很可惜这种即便是经过一个声讨之后呢 也依旧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围体犯规 说实话我们通过回放其实可以发现那么许忠豪这一次呢 完完全全可以避免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的话是主动的伸出那一走呢 打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他能够稍微收敛一点呢 这个动作完全不可能发生 所以这一次那么再一次看到许忠豪故意去商人之后的话 很多球迷在赛后纷纷去痛批许忠豪 就觉得他这一次呢完全是不知悔改 继续呢做着自己去商人的动作 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商人的行为呢 已经刻在了他的血液里面 所以说实话针对这种故意商人的行为呢 其实啊对整个联盟当中来说的话 那么其实他们的处罚力度呢感觉还是不够 之前虽然说竞赛六场罚款了20万 但是对于许忠豪来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影响 因为呢其实啊在此前被罚款被禁赛之后呢 他立马被停赛 那么之后啊广萨队也是进入了半决赛 那么现在呢他又重新出赛的话 帮助广萨这边呢去伤害对手的核心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许忠豪根本就是继续了 在做着这种非常过分的行为 所以说实话对于CBA联盟来说啊 对此类球员呢应该直接清除出整个CBA的队伍 甚至让他呢不要再有机会去打这个职业联赛 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力度 那么这些故意去商人的行为呢 他们这种球员才会彻底的收敛 避免在以后再次发生类似的商人的悲剧 所以说实话那么对于这种球员呢 我们实在不希望再看到他们在球场上去打球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